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以前我们买了两台进口的 用它是蒙不过来嘛 后来就买了进尾这一台 基本上这米电也在用了 因为现在我们不是属于打烊 属于生散的 所以说这米电机器是蒙活的应转的 经纬里的这台鸡好在哪里 就是好在容易学 容易上手 像我们进口的鸡鸡 我现在说实在话 就是一个人会操作 你碰到要加班 鸡蛋 鸡长不在的话就做不了了 开不了鸡 所以说经纬里的鸡鸡 说实在话 我们只要花一两个小时 就可以交回人家 就是这个方面所在 商用空调上面 有时候一个箱子多的有好几个孔 调起来比较麻烦 因为我们品种多 数量小 你要装不进比较麻烦 那么在切割机上 这样就比较容易操作 方便 做也是那个小单应用 是吧 这样也是这样时间 因为使用经纬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你们的价格还是比较可以的 相当合适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 像我们以前进口的设备 一个维修方面很麻烦 你一个配件块 还要从国外买过来 这个周期比较长 所以说选择在周边附近的设备 第四号还是比较便捷一点 这就是我们考虑的 经纬的设备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就是方便操作 国外的那些英文又不懂 是吧 还有说可以切那些比较麻烦 这个就是很方便操作 随便我叫一个人来 我给他交代几下 他们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这个是对那个员工培养方面 培兴方面比较方便 是吧 湖山职业现在是三十几年了 从最早做那种塑料 后来做电乐坛 后来到造纸 到现在发展了有这么多分公司 是吧 我们最大的发展的前途在那里 还是纸板上面 我们发纸板在宁波地基还是龙头老大 是吧 现在我们很想其他的方面发展 湖山还是大有前途吧 应该是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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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